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問你 尤其是在今天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還有一分半的時間 請華哥跟我們迅速的說一下 情人間我們到底是送紅玫瑰是最好的選擇 還有沒有其他的顏色的玫瑰 我可以送一下 情人間 其實情人間或者是說 因為情人間一年就一天嘛 然後還有生日啊 還有等等 很多聽眾朋友也有在問說 送什麼花表 送什麼花表講究 那其實我個人因為我們都要去教育園 因為我不太喜歡送這種 當然情人間可以買一束玫瑰花 這是情人間當時 莉亞你有提到 但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說送一盆花 就送給你喜歡的人或者長輩 或者女朋友 或者太太 你送一盆花 那它可以繼續種下去 我覺得比送一束花更有它的存在 所以很快的我會建議說 其實我買 我個人不太會種蘭花 但是蘭花其實蠻值得 值得買來送給人家 因為蘭花現在五點蘭都很便宜 十幾塊就買得到20塊 是 買得非常漂亮 你買然後送給人家可以在家裡面開花開個好好照顧 開個兩三個月 那然後花洩了以後修剪一下 再過一陣子新的花包又出來了 或者第二年也會出來 所以蘭花我覺得蠻可以適合的 當時情人節 玫瑰是跑不掉的啦 當然另外一些室內的肉肉食物也可以考慮 都活得很久 所以聽眾朋友可以打聽一下 看看別人室內有種什麼花 送人家弄的花 相當不錯的 好的 非常感謝華哥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結束了 但是像華哥所說 我們下午2點到3點 華哥做客的就是《臉花惹草》節目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接聽大家的電話 解決大家的問題 還有我們可以說關於火龍果 甚至我們也可以說到情人節的話速 好的 非常感謝華哥 謝謝您 我們待會兒見囉 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